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陆一谈业务时被客户当场羞辱他没学历 陆一也微笑回之 丝毫不动怒 张萍都忍不住想把面前的咖啡泼到客户身上 却被陆一拦了下来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模样 张萍以陆一为偶像 痛改前非 那你爸得有多开心 真替他开心死了 先别开心死 今晚你还得开心死一次 什么意思 惊吓一头雾水 字面意思 惊吓一点也不知道张萍在说什么 被他整得蒙了 他是急性子 必须跑根问底 你说不说 不然我让你老板扣你工资 扣吧 我现在不差钱 真是有其上司就有其下属 傲娇的语气跟陆一都是一模一样 张萍不说 他也撬不开张萍的嘴 只能打起精神 等待晚上会发生的事情 今晚除了能看烟花宴会 还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他超级期待夜幕降临 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是把夜幕降临给盼来了 他早就站到了一处 看烟花的绝佳好地方 他记得陆一来的这些年 或还不能放烟花 陆一好像只能在电视上看过烟花 但不知道他出差去外地时 有没有看过 你在这边可曾看过烟花 在电视上看过 陆一答 真如他所想 等会儿我们多拍一点照片 你手机的电量还有多少 够不够 够 电量是满的 烟花还没开始 惊吓又问陆一道 在你们那边有烟花吗 有 但没这边的好看 提到了陆一那边 惊吓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想家吗 问完后 他心里突然酸酸的 他从没有问过陆一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陆一想不想家 有没有想过回去 谁能不想家呢 就他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没有任何印象 可他也很想念他们 陆一沉默着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惊吓的问题 家 他当然是想的 可自从惊吓给了他一个家 他就没有想过惊吓心底的那个问题 生他养他的家他放在心里 而如今的这个家 他会守护一辈子的 我 陆一的话被天空中的一阵巨响给打断 绚丽夺目的烟花走进他们的视线里 一树接着一树 染红了半个天际 周围都是人们的欢呼声 当然 惊吓的欢呼声也在其中 糟糕 他好像忘记拍照了 匆忙打开手机相册对着烟花拍照 在他要按下快门键时 他的手突然僵硬住了 不只是手 整个人都僵硬住了 他居然在手机里看见了这样的几个数字道 613 是他眼睛出问题 还是手机出了问题 他将挡在他视线前的手机一开 看到正在消失的数字613 幸而他看得及时 不然就与该数字擦肩而过了 他侧头看着陆毅 陆毅正在看烟花 似乎并没有看见惊吓的目光 惊吓的目光又回到了天际绚丽的烟花上 看到了数字2和8 后面还出现了5和7 看到最后0到90个数字全部出现了 看到最后惊吓的眼眶也红了 他也明白了张平下午说的那句 先别开心死 今晚你还得开心死一次话的意思 不过就算没有张平的那句话 他也明白今晚的烟花宴会是怎么一回事 所有的数字都是完全独立的 虽然距离拉得很开 中间还绽放着没有数字的烟花 但613同时放出还放在最前面 别人看不出惊吓还看不出吗 根本就没有什么烟花宴会 这是陆毅精心为他准备的一场烟花宴会 只因他昨晚的一句话 我是在等流星 今晚他不仅看到了他们相遇的日子 还看到了漫天的流星划过 感动得一塌糊涂 差点就当场哭了 他硬是把眼泪憋回去 到了酒店他满含着眼泪对陆毅说 这次花了不少钱吧 陆毅也没打算瞒着惊吓 这是双赢 惊吓颇有兴致道 是吗 说来听听 这家烟花公司早就想跟我合作了 霍海不能放烟花 一直没能亲眼看一看 而他们在这边刚好有一个小工厂 这下圆满了 哎呀呀 我就说你哪会这么好 我刚刚差点感动死了 他痒了痒头 不让眼泪掉下来 又接着说 幸好没死 不然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怎舍得让他感动死 死了他怎么办 当然 这是一个玩笑话 他确实是跟烟花公司合作了 双不双赢他不知道 只知道能让金夏开心 他就赢了 他也不会直白地告诉金夏 这一切都是他为他做的 因为他不想看见金夏的眼泪 不管是开心的泪 还是难过的泪 他都不想 这场烟花 金夏也得到了心底的那一个答案 就是路易会一直留在他身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